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要熟刀喔 沒錯 因為這個只賣到 5月7號 到了四支時間 耶 今天呢又要來吃 全聯的新點心了 沒錯 你們看新點心很療癒耶 全部都是三立油系列的 對 包裝非常的可愛 可是呢 好像似曾相似 就是全聯總是離不開 生乳捲 乳洞捲 乳洞捲這系列 但是他們這一次 其實好像是有依照這個 三立油的角色 去配他們的口味啦 所以我還是有點期待 但是我很害怕 怎麼樣 會不會就是三立油看起來很可愛 說布丁狗好可愛喔 那個蛋黃狗好可愛喔 結果萬一中看不重用 這樣怎麼辦 我這次呢 還是要有公正客觀的角度來吃吃 對 帶著一個公正的心 要來試吃這次全聯的新品 你喜歡三立油哪個角色 我小時候的話是最喜歡 海地貓 喔 阿洛基 對 無嘴貓 這隻三立油是角色大集合 欸 可是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這跟三立油哪裡有關 它就是三立油的盒子 在那裡面 有嗎 嗯 有貼紙 喔 哈哈哈 對啦 三立油貼紙認證 真是正版的三立油授權 而且為什麼我們要特別介紹這一個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要手刀喔 沒錯 因為這個只賣到 5月7號 欸 十三立油聽說我們也太壞了吧 能不能問嗎 全聯也太壞了吧 對 十三立油聽說我們也太壞了吧 第一個 泡芙 拿出來的這個外觀呢 是完全看不出跟三立油任何的關聯 哈哈哈哈 你有關心 你剛才在樓上來的嗎 甜點店鑽上來的 哈哈哈哈 樓下咖啡店也有照片 也有這照片 開動 好 開動 這個 卡士達泡芙呢 就是 很一般的卡士達泡芙 泡芙 我們跟著三立油 尿尿尿尿就算了 台灣國語直接來 香氣OK 裡面卡士達OK 但是皮就是軟的 泡芙的價錢是九十九塊 等於一顆是快二十五塊 蛤 這麼鬼 特別其實是主打找小朋友買的 就是可能爸爸媽媽 帶小朋友去逛全聯 然後小朋友就是吵說 我要買這個 我們吃掉一下 家裡有小朋友喜歡的 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喔 下面一位 這個 登登 你好 五肉桃 這是全部六個裡面我最期待的 最激動的 我給你看為什麼最激動 好 登登 你看一打開 有布丁狗 如果這個布丁狗的 上面這個黑黑的是 可能真的焦糖啊 或是什麼去點綴 它是膜嗎 對啊 如果是 NO 可能真的是膜 怎麼會是膜 對啊 你看它竟然是一層膜 布丁狗拜拜 比如巧克力粉或是焦糖 去點綴 但是就更完美 對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建議全聯 我們可以當全聯顧問 完全就是為了滿足我們自己的私心 下面呢就是有一層乳酪 對 然後上面就有一層檸檬醬 從層分明 我覺得這個塔皮吃起來就是有 兒時的回憶 嗯 對很像小時候常吃到那種蛋塔的塔皮味 塔皮是鬆的 然後呢咬下去呢 它的檸檬塔的檸檬 真的偏酸 乳酪不會搶性 對酸味很明顯 我很怕就是加了任何乳酪的東西 那個乳酪搶性 然後是很清爽的 下面一個我想吃這個 看起來就是顏色最不一樣的 它叫做草莓歐姆蕾 它這個很貼心耶 你看它拿起來 它下面其實還有一個透明的膜 它就讓你比較好拿 不會贊送 上面這個時間目前 有缺彈測試 它裡面有布丁耶 對 然後上面蓋了滿滿的莓果 然後外面這個很像橫樓刀的皮呢 吃起來真的很鬆軟 然後莓果的香氣呢也很香 對 而且我覺得這一款也不會太甜啦 好 下面我要吃的是 奶黃生乳捲 喔 蛋黃哥的 欸 怎麼沒有蛋黃哥耶 欸 真的 欸 這個是有關係的甜點耶 哇 蛋黃哥流出來了啦 真的 它這個真的很仿蛋黃哥的形象 蛋黃哥好像就是藏在裡面 然後就是 會有什麼東西流出來的感覺 我吃到有流心的部分喔 鹹甜鹹甜的口味 嗯 很像加了那種鹹蛋黃進去 不是甜的喔 這有鹹蛋黃味 這個生乳捲蠻厲害 外面戚風蛋糕 然後呢還有生乳酪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的流心 我覺得它好吃耶 你看我們吃飯這個耶 我要繼續蛋黃下去 好 哪一個 喔 蛋黃哥 對 而且它這個 外面比較少賣的 它叫做卡士達克 它旁邊這個盒子也是蛋黃哥耶 好可愛喔 欸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喜歡三立歐 很喜歡蛋黃哥的朋友 真的會因為這樣子的包裝是想賣的 然後就會更期待 它們變成食物中會怎麼樣 哇 上面看起來非常療癒耶 好像玉紫燒的感覺喔 然後你看喔 它裡面好像有戚風蛋糕 上面也有布丁的感覺 喔 我覺得好好吃喔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布丁的口味 吃起來很像 我們外面所有飲料會配的那種 布丁奶茶的布丁 所以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它好特別喔 外面不會很少賣就是這樣子 捲成一個可麗餅形狀的點心喔 對 下面一位 布丁奶凍捲就是我們最後一位啦 好 喔 它叫布丁奶凍捲對不對 你看 沒有布丁狗 布丁超大一塊 然後外面就繞了一大圈的生骨 然後再加上戚風蛋糕 因為它就是布丁狗啊 所以它布丁一定要讓你吃好吃慢 我們就把布丁狗吃下去了 我們聽起來有點 謝忻 小朋友不要學喔 我喜歡它裡面的鮮奶油耶 而且 然後加上它的戚風蛋糕 就會有一種滋潤感 這個真的比剛那個流星更滋潤 因為它鮮奶油就是生乳比較多 然後就是整個會讓你那個海綿蛋糕 然後就是在你嘴巴裡面畫的感覺 而且這一系列的布丁都是一樣的布丁 所以比較大塊比較爽 接下來要進入殘酷的評比時間 先公布第二名 好 我的第二名呢 是這個 是蛋黃哥的可麗餅 沒錯 底層雞包很少 吃起來相對好像 好像啦 比較沒那麼罪惡 對那個心情 你吃點心的心情可能會更好 你覺得你吃的是蛋白質嗎 對我覺得 不然因為它是蛋黃哥 所以你覺得吃的是蛋白質嗎 就是有這種感覺啊 好啦 好那我的第一名呢 就是我的這個 登登 檸檬乳酪它 因為它這個 真的太新爽了 太好吃了 它的乳酪也不搶食 然後那個檸檬香氣非常夠 那種微酸微酸的滋味 我覺得很棒 我的No.1就是這一個 對啦 我超愛它的 所以它是鹹甜滋味吸引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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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了我 然後呢我的第二名是它 哇 褲丁 還有動物捲 因為我太喜歡它這個吃下去很滋潤的感覺 加上它的鮮奶油又不甜 然後綿密的戚風蛋糕配合在一起 我個人真的很愛這一款 我能夠理解 因為我剛剛其實在選前兩年的時候 我也猶豫了這一款 那看來今天我們選的這六款 你都滿愛的唷 沒有啊 我有一款就是 絕對不行 對我有一款絕對不行 等一下吃一下告訴我 好啦 那如果你也想吃吃看這次這個三粒歐的新品的話 記得去全聯 手腳要快喔 真的 因為它都有限時販售的 準備到五月七號 嗯 也告訴我們你覺得哪一款最好吃 但是如果你想說最難吃也可以 留言告訴我們喔 歡迎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主角帶度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掰掰 幾個か 3 3 3 6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